你有多久没看过日出了 现在是早上八点 我刚才去遛了个狗 感觉都已经冻透了 所以我现在躲在车上 暖和暖和 等老板把房车的那些 各种线呀管子收好了 我就要负责 把皮卡这个挂钩 倒到房车那个斗下面 我特别擅长倒这个车 每次都是一把就能倒进去 老板每次都要倒好几把 还倒不过去 也不知道为点啥 所以我俩分工特别明确 他负责往前拖 我负责往后倒 今天就要到免税州 俄勒冈州了 激动 今天要开540个卖 8个半小时 从啥也没有 只有土豆的爱达河州 开到俄勒冈州 又是跨了一个时区 所以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我打算睡个两小时 然后起来接替老板开车 趁着我老人家睡觉 和大家聊聊 美国的消费税和免税州吧 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 真的是对这消费税深恶痛绝 明明挑的时候挺便宜的 为什么到付钱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个价格了 总有一种给个田枣 在山里一巴掌的感觉 而且这消费税 不仅州要收 市县也要收 因此每个城市 有各自的总税率 当购买大件的时候 这将近10%的税率 可就是大几百刀的额外支出啊 有些州每年都会有几天的免税日 但是这只是针对一些 特定类别的商品 所以有很多朋友 都会选择去免税州购物 比如说我 这次就要顺路去 俄勒冈州买个便当 美国的免税州有五个 包括特拉华州 蒙大拿州 新汉布什尔州 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俄勒冈州 以及没有州税 有的地区有消费税的阿拉斯加州 每个州有各自的税收架构 像我们今天要去的俄勒冈州 虽然没有消费税 但是有很高的个人所得税 和烟草税等等 从餐厅吃饭和别的州一样 也是要收税的 中午12点 我们还剩203个卖 我们在修复区休息一下 每次在旅途当中的麦当当是最好吃的 这开了一路 突然热起来了 我穿这衣服又有点热了 这一天一会冷一会热的 真的是太难伺候了 美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 和国内没法比 尤其是肯德基 太难吃了 这边的麦当劳还行 在路上又饥又饿又累的时候吃一口 别急啊 男嘉宁 我先吃半个 这块给你太大了 这块给你还差不多 走啊 去 拽不动 拽不动 看 你还想跟我在这拉扯 下半程都五分之一路上换我 本来我开车就比较慢 我现在又是上一会儿 比较费劲 开的就更慢 跟在一大车后 旁边车有各种超车 这辆大车 又超过我了 超完了就嘎到我前面去 它嘎到我前面 它就满满地开 然后我再超它 我超它 它再超过我 远远相报 我现在就算了 我再慢慢聊了 从我们进入俄勒冈州开始 右手边一直有一条河 这是哥伦比亚河 它是北美洲西部大河之一 人处于加拿大南部的洛基山脉 西南流经美国 驻入太平洋 全长2044公里 最大的支流就是我们前几天 在爱达河州看到的蛇河 哥伦比亚河是俄勒冈州 和华盛顿州的分水岭 其中又以沿岸的高密度瀑布注入 光是在俄勒冈州就有90座瀑布 俄勒冈州自古以来 土著人就沿着这条河流居住 我们走的这条沿河公路 集聚了众多自然美景和历史文化遗址 是自在有不可多得的景观路线 下来看一下这个Colombia River 跟着我们一路了 这两百多个迈还是三百多个迈 一直它都在我们旁边 这哥们绝对是胸怀山海的大卡车司机 大卡车坐遮阳伞 小凳子一只衣服一脱 它就是这哥伦比亚河上最美的风景线 那我们吃了一碗 很难的三个半我们就到沃特兰的营地了 可以年组这个点点 这营地很多都是常住的 刚才我在那个check in的时候 那老头 与其没交款 快被kick out了 这小屋很酷 都是小猫猫租 不知道租一个月要多少钱 走了 别人遛狗都是狗在前面飞 主人在后边追 我遛狗 你看看这俩倔的 跟蹭了俩蹭一样 我曾经带着我们家狗爬山 总共就爬了两次这辈子 都是爬一半我把他们背下来的 所以我再也不带他们爬山了 那这种房车第五轮 肯定是常住的 因为他都已经搭了一个木头的楼梯了 这个房车还在卖 他住在这里面还在卖 房车是两边都可以伸缩出来的 这个大房车 好闪耀啊 好长 这个都有我们那个房车的两倍长 美国现在很多人都不租房子 不买房子都是长期住房车住营地 因为房价太贵 这个一看就是已经把这儿弄成自己的小花园 后花园了 这些小房子 这些人住在小小的房子 他们建设它吗 他们带它们这里 然后就租房子 然后住在这里 那是多少钱 就是房子的房子 房子的房子 如果你在做长期的房子 是850.03 那是账用的 然后你同时赔了电脑 一月 850.0 Got it. Thank you. 我看那边有一个房车 他把整个房车 用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狗炸的围起来 然后把前面那块大草坪 他们家只好是在个拔角 大草坪也围起来 我估计他们家狗就可以 就是自己出来跑 洗口 前面的洗口 不准下来 下来就要给你拴绳 你在屋里待着 大草坪 不要走出我们的地毯 这个我还买两个吃的 吃了一颗啦 没吃我这个 吃我 吃我吗 还吃这个吗 我把他啃 俩兑着屁股吃 俩兑着屁股等着啃 就怕谁抢着谁的 用黄瓜吃吧 是一个爱吃蔬菜的小狗狗 五龙五十 整天整天花里活上了没点用 来点凉 对你给我把拖孩儿叼过来 拖孩儿 知道什么是拖孩儿吧 对给我把拖孩儿叼过来 拖孩儿 拖孩儿 哎 老板你都已经拿着我的拖孩儿了 你就不能给我扔过来吗 你们仨总得有个管用的 冷冷冷的冰雨在联绍互乱 散会 又比 哈哈哈哈